《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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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多年前美国做过一个统计 人类人最恐惧害怕的是什么事情 你们知道吗 有的人说是从高空坠落 有的人说是极大的噪音 有的人说是死亡 人类害怕死亡 可是答案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上台当众演讲 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 我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恐惧 我们时常在祷告说 我们要宣告战胜死亡 战胜什么 可是站上来就是了 大家记得 我快速的介绍 我自己 很奇妙 我六年前的九月十八号 在职场月也被牧师邀请上台分享 今天也是九月十八号 很奇妙 那上一次 是从被通知的那一天开始 我焦虑了五个月 真的很焦虑 那这一次 感谢神 三个月前 牧师通知我 那你想我这三个月 我不焦虑 因为我知道 我要来参加灵梁特会 在特会当中 我相信神 神会带领我 会帮助我 果不其然 在第二天的晚上 我永远没有想到 邪充牧师不认识我 他竟然就直接叫 军燕传道 姓李的 请到台前来 那经过他的服事 其实我在上台之前 我不是焦虑 我是有一点点放不开 因为我觉得 我在台上 我是一直在讲我 因为我要讲见证 我讲的就是我 我不断地讲我 我会不会太过高举我自己了 可是邪充牧师那一天 服事完之后 他又到台下来又找我 他跟我讲说 神要用我在职场 所以我就放心了 神既然说了 那我就大声地讲 我就放胆地讲 我讲的是为了要 见证神在我 在我服务的公司 在我一起工作的团队 所发生的事情 我是要来为神国做见证 我先简单地介绍我们公司 我们服务的品牌 我们做鞋场 我主要做拖鞋 凉鞋 然后有少部分的运动鞋 还有冬季的靴子 保暖的Lenoise Face的靴子 那甚至我们最近也出口了Tory Birch 这一双零售价 应该超过三万台币的精品 那当然这数量很少 那在上台之前 秘书们 教会秘书联络问问我说 那我们公司有什么可以介绍的 特别的 所以我让他们明白 也在这里分享 我们今年三月份 我们工厂的产出四百万双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的 在疫情之前 疫情之后 疫情之前从来没有过 疫情之间 我们竟然可以破纪录 这当然跟我等下要见证的有关 那我其实我最骄傲的我要讲的是 当然产能很多 工厂规模很大这很好 可是我最骄傲的是 我们是全越南第一家 获得国际绿能认证LEED 绿能金牌奖 那 开始讲我们的见证 疫情在2020年开始 那时候大家都慌了 好 我先来统计一下 在职场 或是曾经在职场的人 请举手 好 请放下 在你的职场生涯中 你认为你最大的挑战困难是什么 我工作31年 我在这个公司服务31年 是我唯一当兵完之后唯一服务的公司 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面对疫情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我真的是慌了 疫情一来 取消订单 预告的上千万双的订单不见了 甚至已经生产好 在仓库准备要出货的订单 延迟六个月一年出货 甚至还要 延迟付款 品牌延迟付款 因为那时候欧洲美国 很多的联锁店 品牌连锁店都关门了 他们没有收入 他跟我们商量 延迟三十天 四十天 甚至有六十天 九十天要付款的 甚至我们还要担心 它会不会倒闭 而这些资金的压力 不是百万 不是千万台币 是以亿来计算 这太庞大了 这公司处在风雨飘摇当中 我很担心 我很害怕 所以我召集了会议 我祷告 因为我在越南二十年 我从两三百万双的工厂 一直经营到一千万 两千万 我已经没有办法 以我的能力 我没有办法再带领这家公司 走下一个阶段 我能力经验有限 所以我祷告 求神给我一个顾问公司 是有相同信仰的顾问公司 来帮助我们 感谢神 我们有了 花了六个月七个月 完成了使命愿景核心价值 我们邀请了各国级的越南 中国 台湾菲律宾各国级的主管一百人 在六七个月的时间密集的开会 研讨大家凝聚的共识 我们的核心价值 难道因着疫情 就要变成口号了吗 当时真的是蛮纠结的 可是我听完他的提醒三秒钟 我想 对 我不能让这个成为口号 而这个核心价值不是我去主导 不是我去挑选 是大家主管们凝聚共识 所创造出来的 那我也支持我也认同 因为这是核神心意的 那这个乍看之下 这跟大多数的公司没有什么不一样 可是 因着疫情 让我们 有不同的看见 我们说诚信 说当者 说专业 说尊重 说以人为本 说幸福企业 我们大多数讲的 都是 你要诚信 员工 干部 你要诚信 你要忠诚 你要承担责任 你有的还要更多 付出还要再付出 可是 在疫情之下 这个核心价值让我体会到的是 资方 企业组 高阶主管 所代表的公司 所代表的公司 我们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 说要成为照顾人的企业 我们诚信吗 我们真的照顾人吗 这是双向的 我相信神的教导 就在这当中 所以 我们决定我们要走不一样的路 走很少人走的路 那我也打电话跟董事长报告 很快的我董事长决定要支持 也认同 他说 他工作五十几年了 从来没有遇见这么大的挑战 订单忽然间没了 这么大的危机 而且 疫情什么时候过去 没有人知道 那时候 他很快的就认同支持我们 要来照顾我们的同仁员工 他说 今年一定赔得很惨 2020年 那如果赔就赔了吧 我们就把以前获利的拿出来赔 我感谢神 有一个慷慨 而且支持这个核心价值的董事长 我们感谢神 我们凝聚了共识之后 我们后续就知道怎么做了 在2020年一封城 那时候不是封城 封锁国境 从中国的飞机没有办法到越南去 所以我们有15个同仁 中国籍的同仁回不来 不是他们不回来 是他们回不来 那他们的薪水怎么办 他的家庭所需 或许我们会想说 你没有回来工作 就没有收入啊 无薪假啊 可是 我们不这么想 我们决定要照顾我们的员工 照顾他的房屋贷款 照顾他的小孩子的学费 所以我们持续付了全额的薪资 今天四个月 他们没有来上班 我们持续付 一直到第五个月 真的是受不了了 疫情 而且到第五个月 那个订单量越来越少了 我们跟他们商量 我们少付一点 大家都体谅 我们体谅他们 他们更体谅公司 那不止这些 我们在越南一起 还留在越南工作的 外国籍的同仁 台湾 菲律宾 中国籍的 大家也没有闲着 大家承担了更多的工作 分摊了更大的压力 而且也因着这样子 我们也体验到 接下来要放假 要返乡太难了 果不其然 没多久就开始要隔离了 我们在那时候 我们决定 给外国籍的主管们 每个月多一天的特休假 是有薪的特休假 以台湾籍来讲 他一年有三十天的特休 我们一年还再多给他十二天 让他们 在难得可以返乡探望家人 跟家人相处的时候 有更多的时间 而且这不影响到他们的收入 除了外国籍的 在越南 越南 我们那时候工厂有八千多个员工 有八千多个家庭 那时候疫情刚开始 越南政府的规定 我们可以减少发薪水 我们可以发半薪 我们甚至也可以跟工会商量 可以终止劳动合同 就是收入薪价 可是我们用同样的概念 大家想一想 以台湾的基本薪 25250 的一半 一万两千多块 你是单身 你要租房子 你要养活你自己的三餐 一万两千多块 你怎么活 如果你有家庭 你有配偶 你有小孩 一万两千多 基本薪的一半 你怎么活 所以我们相信 没有人活得下去 所以我们 我们创造一个名词叫 基薪价 基本薪 如果这个月 你只工作了一半的天数 这一半没有工作的天数 我们同样发给你基本薪 这基本薪不是以台湾的25250 可能你的基本薪就是5万 6万 我们照那个薪资的 一天的来发放给你 所以我们评估过 员工主管 如果你一个月只上班一半的天数 因为没有订单 你不用来上班 我们可以付给他 原本薪资的85% 我们相信85% 他可以养活他的家人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个难关要多久 那当然我们选择了这条路 公司多付了非常多的薪水 我们一个月薪水是几百万美金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支出 可是 总经理要承担经营责任 可是因为我们有共识 而且我心中有平安 我相信我们照顾人 神必看顾我们 我们走不一样的道路 走人不愿意走的道路 可是神会帮我们开 另一个不一样的道路 所以也因着这样子 我们在2020年到6月份 我们有两个工厂 一个是鞋底 底部 底厂 差不多1000个员工 那底厂的生意很大的影响 到6月底的时候 我们只剩下80万双的订单 以我们的产能 三个礼拜就做完了 那时候我很纠结 我是要让大家来放寄薪假 让他薪水少了 还是怎么办 我后来祷告了 我决定 我把这个主管找来 他还是个弟兄 我告诉他说 把生产排成全部排满 每个人都来上班 做完三个礼拜 如果没有订单了 到时候再说 但我这个不是说哈 不是赌注 我们可以选择 多数的企业可能想着说 只剩下三个礼拜的订单 那我们周休三日四日 慢慢地做 等待后面有订单再来 可是我们是决定先把订单都排上 让大家可以领到全心 后面如果没订单的时候 我们再来细水慢慢地流 可是很奇妙 我们六月底公布了 我们的生产计划 还有排班计划 不到一个礼拜 我们竟然接到了一百万双的订单 这个敌场接到了一百万双的订单 我们火了 我们不用再让员工去修 减少薪水的价 而且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每个月都有订单 甚至到年底我们还有获利 我们还可以发奖金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过去 如果发生这种公司 发生这种困难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做 召集会议 总经理要宣布 共体时间 很熟悉的话吧 可是这时候 我们共体时间是 因着神的教导 我们要看顾人 我们共体时间是 体谅员工同仁的辛苦 但这个代价很大 非常大的一笔钱 可是神就这么奇妙地反转 尤其到第二年 去年大家都知道 越南封城了 有三个月 没有办法上路 封城的工厂 当然要停工了 那停工之下 怎么办 没有收入 而且 还要不断地付薪水 那封城当然 没有工作 停工了 我们一样 用同样的精神 原则 来对待我们的员工干部 照样发薪水 那这停工那三个月 付出了 比同业之间 更多付出了 超过一亿以上的薪资 可是我们愿意 我们持续地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们对员工 承担我们该有的责任 我也相信神必看顾 结果 在封城之间 我们有三个月没有收入 这时候 我们在工厂里面的外国级主管 还有少部分的越南级的员工 大家也没有闲着 有的人 甘心乐意的到样品室 做样品 擦脚水 做鞋子 更多的人 拿着文件资料 到仓库 到成品仓 汗流满面 衣服湿了又湿 你想在一个大仓库里面 就算是有电风扇 35度 36度 你不流汗吗 大家搬箱子 不管这个人 他是副理 是经理 是协理 甚至是副总 大家一起 只要是在工厂里面的 大家都一起来 没有任何人计较 我是主管 我不是厂管 大家都愿意 所以 因着这样子的凝聚 我们有最高的效率 这事后我们有更高的效率 所以当时主管们也不闲着 把自己当成 叠庄货柜的工人 能出货多少 算多少 至少有一点 有一点的收入 所以感谢神 我们这么对待我们的同仁 他们怎么样的回应我们 而且 也因着他们的回应 十月份复工了 去年的十月份复工了 一复工 你想 他们 对公司产生的是什么 信赖 因着信赖 所以大家发挥了每个人 该有的位分跟本分 生产效率非常好 我们一复工才两个多礼拜 我们的复工率就达到80%以上 在我们的同业 多数的人都还在30% 40%缓慢的回升 你因着大家看到公司 疫情这两年怎么对待他们 他们愿意回应 他们信赖公司 所以 创造出最高的效率 而且这个信赖 我要告诉大家 不是我过去 我们发了多少奖金 或是给这个人加了多少薪水 这个信任不会产生的 那因着信任 因着这一些快速的复工 品牌 从别的鞋厂 移转了很多的订单 到我们工厂来 我们在去年跟今年初 我们订单是满的 不断的开线 这个额外的订单量 一进来的 10亿台币 感谢神 我们付出了这么多 神看顾 神报答 神补偿 而且 在2020年 本来我们认为我们会赔大钱 感谢神 我们两个工厂都赚钱 我们都还发年终奖金 还发绩效奖金 甚至 在去年停工三个月 我们整年度结算下来 我们竟然还比2020年的获利更高 这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为神国看顾他的子民 做合神心意的事情 神真的报答 所以我要鼓励各位企业主 股东 主管 或是每一个职员 站在我们所处的岗位 站在我们所站立的城门口 做合神心意的事情 或许决定你的人不是你 可是你可以提建议 可以用正确的方式提建议 告诉你的主管 我们的神 会来做怎么样的事情 我们的神 会来做什么样正确的决定 有良善的态度 良善的言辞 来告诉你身边的人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站在不同的城门口 这个城门口不见得要很大 才可以做决定 才可以发挥影响力 所以也因着这样子 我真的要告诉大家 在企业担当责任的人 为神果负起责任 神绝对不会亏待你 在人看来 我们付出这么多的薪水 别的公司没有人这么做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神鼓励我们这么做 所以最后的报酬 当然远远超过 不只获利 整个公司的气氛 整个公司的向心力都不一样了 我以前开会鼓励甚至奖励 都没有这些效果 原来神在危机中翻转了这一切 而且还有加倍的祝福 那刚刚讲到的疫情封城 让大家看一下 在封城期间 真的很惨 不能上街 你的食物军队派送 或是政府派送 可是有多少人领得到 我们有弟兄上网订购了 半个月之后都还没有收到 所以我们那时候思考 我们福音中心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在越南 我们要祝福越南 我们祝福当地的人民 我们发动了慈慧奉献 我们收集了钱 透过这一位牧师 越南的牧师 他们有车子 他们有拿到通行的执照 可以在路上 车子可以行走 所以他帮助分送了泡面米蔬菜到各个地方 我们在台湾没有办法想象封城是什么样子 我们很清楚就是这样子 人跟人之间的隔离 尤其这张照片 我每次看到都很难过 因着疫情 人被隔离了 被孤立了 这个时候 不是食物包来帮助他们 有更多的是祷告 我们为他们祷告 我们在求神怜悯帮助 帮助需要的人 人跟人之间架着巨马 架着带刺的网子 把人隔开了 可是我们相信 在现实的社会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相信神 我们依靠神的人 我们可以做更多 所以我们也站在这个位分 站在这个城门口 我们来祝福人 帮助人 那在这个疫情这两年多 这段经文带给我很大的不一样的看见 以前我们这段经文都是 收奉献的时候看到 对不对 大家如果要拍 尽管拍 这没有版权的问题 要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 没错 我们给的人 神就补偿补足 甚至加倍的祝福 那当然神的祝福不见的是金钱 可是我相信神祝福我们的 公司的凝聚力 相信力跟彼此的信赖 员工对公司的信赖 员工跟员工同仁之间的信任 这不是用钱可以买到的 这是用行动做到的 我们付了代价 可是这个代价 带给我们的更大的报仇 报偿 所以大家记得有权柄的 站在城门口的弟兄姐妹 发挥你的影响力 做和神心意的决定 而且我们在需要中 看见自己的责任 把握神次的机会 站在城门口 在需要做正确的决定的时候 做和神心意的决定 在正确的时刻 要提出建议的时候 为神仗义之言 有好的态度 有好的言语 那不止如此 我们在企业中 牧师师母也一直在鼓励我们 要有职场祭坛 要有RPG 我们在疫情之前2019年 我们就开始了职场祭坛 我们守护这个城市 守护这个公司 我们会为我们的企业祷告 为我们的同仁祷告 我们的祷告内容 最重要的是认罪祷告 我真的跟神认罪祷告 我做过很多错误的决定 在越南的这二十年来 我们公司的估价报价系统 是我设立的 这代表什么 我很会算 那因着太会算了 就跟同仁计较了 所以我犯过一些错误 我跟神认罪 过去我们有些事情 真的我们没有做好 影响到公司的名声跟形象 那有些事情是我们做好了 可是沟通错误 不良的沟通引起了误解 那我做过最错的决定是什么 裁员 很多年前我们裁员过 而且还不止裁一次 我跟神认罪 认我过去的罪 所以我要呼吁各位企业主 高阶的主管 我们裁员的目的是什么 节省经费度过难关 那要节省经费 不是只有裁员 如果是现在我会怎么做 我会把相关的都找来 告诉大家 透明的告诉大家 我们的难题是什么 我们的困境是什么 我们要节省支出 我们怎么节省支出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我们可以减薪 因为裁员就是减少薪水支出 我们可以找大家 愿意的人一起来减薪 有共同核心看见 核心价值的人 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减薪 绝对不可以说 我们大家每个月都来减五千 基层的员工减五千 总经理减五千 这像什么 要么 总经理减五十百 基层的减十百 能不能这么做 我相信 公司的同仁 会看见我们的心意 所以 我认罪祷告 我们的同仁们 也为他在工作中 所犯过的错误 认罪祷告 我们也为公司的管理阶层祷告 我们要为我们的权柄 组长 区长 我们的牧师祷告 那在公司的权柄是什么 我们的主管 我们的董事会成员 我们的董事长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因为罗马书十三章一节 神说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反正权柄都是神所示的 都是权柄都是神所示下的 所以我们当然也为我们的权柄祷告 求神是给他们智慧 做出正确的决定 来带领公司 跨过难关 或是走向康庄大道 或是走向更高的境界 我们也为同仁 还有同仁的家人 身体的病痛 心理的难受 我们都为他们祷告 那因着为人祷告了 其实在企业中 很多人彼此是不喜欢的 对不对 有哪个企业的企业守则是 每个人要相亲相爱 彼此喜欢 我剩二十分钟 没有 可是透过祷告 我可以为我不认同 或是不想在一起的人祷告 祷告了之后 情况就改变了 祷告之后 神机奇事发生了 在职场祷告 这三年来 我相信 因着我们的祷告 神保守祝福 我们的公司 经历了这么大的难关 而且还得胜有余 我们的家庭 我的爸爸妈妈 在三年前受洗了 我们职场祭坛的第一年 他们 我爸妈就受洗了 职场祭坛的第二年 有一位同仁 一起参与祷告的同仁 他的岳父岳母 也受洗了 我们祷告的第三年 就是上个礼拜天 另一位弟兄 他的爸爸妈妈 也受洗了 我们感谢神 职场的祭坛 带给了这么大的翻转 而且 大家看到 这一边 戴着眼镜 头发光光的 笑得很开心的 比着这样子 这不是业 这是双重的祝福 在职场 在家庭的祝福 这是双倍的祝福 我们的家人 亲人 都是成双成对的受洗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 我们在职场 站立在我们的城门口 我们 为公司祷告 为人祷告 那我们 欸 还没还没 所以 我们在需要中 看见自己的责任 我们在需要中 看见自己的责任 这句话是 乔美伦老师 在神学院教导我们的 所以我们在需要中 看见 我们要为神国 站岗 设立祭坛 为公司祷告 为同仁祷告 为我们的家人祷告 而且 我们更为 我们所站的城门口 所处的位分祷告 我们愿意为神做 祂赐给我们 我们有能力做的事情 在20年前 我们去到越南 神让我们 从台湾的小城门 远离家乡 离开本地本族附家 到神 所要参我们去的地方 我们到了那边 第一个礼拜 我们就认识了 中间的运华姐 跟王秋林大哥 他们现在在 新店的福音中心服侍 我们认识他们 我们当时 大家都开放家庭 那他们 在越南很久了 他们的经历 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因为王大哥 秋林大哥 他在一个大的公司 当非常高阶的主管 所以他有很多的资源 他善用他的资源 他的宿舍有很大的厨房 很大的餐厅 所以他有五个冰箱 他们从台湾 带了很多的食材 分门别类 有干货 有海鲜 有什么的 为了是什么 自己掏腰包 带了这么多食材去越南 为了在他们所处的城门口 要来看顾神的子民 要来宣教 要把关系连结起来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有一天的中秋节 有一年中秋节在烤肉 在八九年 而且王大哥他还是我们 越南福音中心 第一任的负责人 那在他退休要离开越南的时候 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还送他们 这些很多人不是我们同一个教会 有的是别的教会 有的不是弟兄姐妹 也因着他们在那边无私的付出 赢得了很多的尊敬 那他也真的成为我们夫妻的好榜样 接着 这是我们二十年前 我们刚到越南的时候 让你们看到还有头发的我 在二十年前我们开放家庭 每次只要这道菜端上来 大家就疯狂了 因为在异地异乡 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华人 看到这一盘菜 卤鸭蛋 海带豆干猪头皮 卤牛肉 真的全部吃光光 而且我们很多的目道友是因着想吃 才来我们家的 所以这成为我们宣教的利器 我们的恩典餐桌 所以有一些目道友 也因着来我们家上了餐桌吃 一路吃 吃尽了受洗吃 因为大家记得吗 在居山营 师母的教导 牧羊手众 关系 因着吃 我们连结了 连结了很多从来不懂的 什么是基督信仰的人 到我们家里来 而且 也因着吃 让大家 不只真的是 除了肚腹的饱足 还有心中 饱了肚子 饱了肚腹 也暖了心 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 目道友 他们看到 为什么有这些 像傻子一样 这么无私的关怀 他跟我又没有什么厉害关系 我们为什么要喂饱他的肚子 为什么要关怀他 为什么要帮助他 也因着这样子 我们真的带了很多人受洗 有人撒肿 有人浇灌 我有神 叫他成长 所以这 这么二十年下来 不只周间的爱宴小组 时常周末在我们家的茶经 或是聚餐 总共累计超过一万人次 在我们家吃饭 真的感谢神 而且 我们每次搬家 我们都跟神祷告 求神示给我们大的客厅 大的餐厅 让我们可以容纳更多的弟兄姐妹 把人带到家里来 那我要告诉大家 神真的回应我们的祷告 每次都给我们很大的房子 很大的餐厅 而且还有好的房东 那这个 在左边戴着眼镜 深色衣服的包道征弟兄 他是 越南福音中心十年前的创办人 那他 他感谢神 他已经回归天家了 没有他跟本爵弟兄 跟本爵牧师的联系 连结 我们没有福音中心的设立 几年前 牧师师母来看望我们 参加我们的小组 这个餐厅本来只能做十来个人 二十几个人要轮流吃饭 感谢神 赐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房东 他也是个姐妹 他竟然愿意让我们把餐厅旁边的房间打掉 让这个餐厅可以同时容纳二十几个人 让我们可以招待更多的弟兄姐妹 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房东 使他 仓房有余 使他家庭蒙食 有时候天气好 我们会在后院聚餐吃饭 这就是我们爱宴的景况 感谢神 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地方 那或许 你会想着说 我是总经理 我有资源 我有影响力 可是 神让我们站在不同的城门口 不要小看你自己 你的资源有多少 你的能力有多少 自然就可以发挥你多少的影响力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 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 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越纳 乃是造他所有的 并不是造他所无的 是的 是我们有的 五饼二鱼 手上就是五饼二鱼 那或许你现在有一个饼 或许你现在有两条鱼 每个人在不同的位分 有不同的赏识 只要你愿意分出去 感谢神 神赐给我们十个饼 四条鱼 所以我们可以喂饱一万个人 人次的都夫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当我们有愿做的心 我们有可能接待到天使 不知不觉中就接待了天使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谁走进我们的家里 当我们开放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接纳的 我相信你们也是一样 大部分接纳的都不是认识的人 而且我们更乐意不认识的人走进我们的小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甘心乐意的付出 不管你的客厅有多大 都可以容纳的下 在需要中看见自己的责任 把握神 赐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机会 我们站在不一样的城门口 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可大可小 不要怀疑 你或许 或许 在这些怀疑当中 你会认为 你的能力有限 你做不到 我们再来看前面的几个 那个经文 乃是照着我们有的 不是照着我们没有的 大家有信心 你有的 你可以分出去 你没有的 只要你有愿意的心 神必加添 神真的加添 所以 当我们看到这个需要 我们 很多事情 很多时候我相信 弟兄姐妹 我跟你们一样 我都纠结过了 我不断的纠结很多的事情 可是当 我真的要诚心的建议你们 当你们在纠结的时候 不要再纠结了 只要是跟神有关的事情 你就先说 Yes 我愿意 我愿意就对了 我们先来操练一下 心里纠结着要不要受洗 我需要神 我觉得这个信仰很好 可是我要不要受洗 我很多的犹豫 很多的纠结 目道友们 我们来回答 Yes 我愿意 所以 神因着你的信心 必定要祝福你 必定要祝福你 在第二个操练 心里纠结着要不要报名淫会 要不要报名装备课程 很纠结喔 我有这些时间吗 我愿意付出这么多吗 愿意的 我们一起来念 Yes 我愿意 报名参加就对了 给自己一个机会 可以成为神国的精兵 将来可以为神站在城门口 发挥影响力 再来 要不要参加幸福外展 目前教会正在推 你要开放家庭吗 要厚着脸皮去 要约新朋友吗 大家记得 这不是厚脸皮 这是你传递给他的祝福 这是美好的祝福 他要跟不要 是他的决定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做 把福音传给人 要不要 大家一起来念 Yes 我愿意去就对了 让自己离开熟悉的舒适圈 去经历神的提升 你只要跨出去 神真的提升你 提升我 再来 纠结着要不要开放家庭 要不要 我家很小 那可以容纳五个人吧 我们一起来说 Yes 我愿意 开放就对了 让神 让圣灵每周 在你家中运行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都渴望神 都渴望圣灵与我们同在 那有机会 圣灵每个礼拜 要在你家运行 你还不要吗 我当然要啊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 让我们聚会 那 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是的 这就是证明 神说的话 没有一句是落空的 所以 鼓励大家 开放 不见得像小组长 才开放家庭 你是弟兄也可以啊 让大家来家里聚会 第五个 心里纠结着 要不要顺服全秉 当小组长 当局长 有人在纠结中的吗 请举手 还是不敢举手 有 有看到了 好 大声一起念 Yes 我愿意 先接受就对了 考验自己的信心 这是神要你站在更高更大城门口的机会 相信神绝不撇下你 神一定与他的子民同在 这是一定的 很多人的见证 先做了再说 要不要去读神学院 纠结的人请举手 有 我看到有人举手 当神学院 去读神学院不是要去当牧师 你要当 神还不见得愿意让你当 我很想去当牧师 我很想全职事奉 可是神不让我辞职 而且读神学院 我等一下再想 读神学院 不用想像说 好像过着清贫的人生 没有 其实是很喜乐的 你可以安排你的时间 你可以整个半天 或是一个礼拜选修一堂课 我同时 现在同时读两个神学院 一个是礼拜天晚上七点到九点 企业领袖班 灵量神学院 我现在又报名了另一个神学院 一个礼拜上 两个半小时的课 新约纵然 为什么要去读 因为我想要了解神国的奥秘 好 我们一起来念 刚刚有纠结人 要大声念 Yes 我愿意去读就对了 让自己更了解神国的奥秘 跟神的心意 听主日讯息分享这很好 可是有太多的奥秘 跟神要对你说的话 从神学院更能够领受聆听到 我是这么听到的 我是这么领受的 再来 很纠结 要不要坚守当那的十一奉献 是神的家中有良 我纠结过 在我受洗的第一个礼拜 我纠结过 将来有机会再分享那个纠结 这时候怎么办 大家一起说 Yes 我愿意 以此试试神 是否为我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服于我 甚至无处可容 这是圣经中唯一可以试探神的经文 我们来试试看 你不会有什么亏损的 钱再赚就有 而且十一奉献的概念 就跟我们 一开始我分享的 我把公司的钱 愿意付出更多给员工 可是神 看顾创造额外的90%出来 所以 试试神 凭信心试试看 可是记得 神试的福不见得是金钱 不要有错误的 想要有这种好像对价的关系 这不是许愿 然后神给你还愿 不是 以此试试神 然后第八个 这是你们得胜的机会 这是你们得胜战胜死亡恐惧的机会 这时候怎么办 吓死了 可是还是要说 yes 我愿意 顺服就对了 所以 我想 时间 时间也到了 我们真的需要 在需要中 看见自己的责任 把握神事的机会 站在每个人不同的城门口 只要我们愿意站上去 你一定可以发挥你的影响力 只要你愿意站上去 只要你说yes 我愿意 神国的影响力就在你的身上 就如同在我的身上一样 我真的鼓励大家 不要怀疑 不要担忧 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轻看自己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不要轻看自己的影响力 我们不管 你现在是在卖场工作 你在职场的主管 还是你退休 还是你是家庭主妇 你都有你的城门口 都有你的影响力 或许有的家庭主妇会觉得 我只是在看顾我的小孩子 错 你在看顾 你在祝福你的先生 你在支持你的先生 站在不同的城门口 那你在你的家里 站在你自己的城门口 为神看顾教养神 所视的儿女 儿女是神所赏识的产业 这是多么神圣的工作 这就是你的城门口 教导他们 发挥神国的影响力 所以 不管 你可以做什么 你相信吗 你相信你能做吗 你相信了你愿不愿意吗 你愿意吗 你相信了不愿意也没有用 我相信红海会分开 我相信约旦河会分开 可是 脚没有踏进约旦河 摩西的帐没有深进红海 怎么分开 所以 我既然相信了 我就要愿意 yes 我愿意 那你能不能 这不重要 在神凡事都能 我们不能的神都补足 不见得是你自己能 神调度万有 把能的人带到你身边来 所以 你相信 你愿不愿意 过了这两关 一定都能 好 我们最后来 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 他从一本造出万主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 和所住的将界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是的 你从一本造出万主 我们居住在你所四下的土地之上 你定住我们的年岁 在我们有限的年岁当中 我们如何为神站立在城门口 在你所分配我们所处的将界 如何站立在不同大小的城门口 不同时机的城门口 只为了为神国 为神发挥我们的影响力 当我们心中纠结的时候 主啊 就请你把愿意的心带来 让我们有信心 愿意踏入约旦河 愿意走进红海 主啊 我们相信 当我们纠结的时候 你带领我们 有不同的眼光 不同的看见 主啊 让我们愿意为你 为你争战 为你去读神学院 为你开放家庭 为你担任小组长区长 为你在神国站岗 主啊 我们相信 你会照着运行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大能大力 充充足足的要成就这一切 是超过我们自己所达不到 而且是超过我们自己所求所想的 以上的祷告 交托宣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谢谢 好 我们既然结束 但是 好不好 弟兄姊妹 今天这篇信息 不是给我们娱乐 也不是观看别人的故事 今天 有没有一个回应 我们都渴望经历神的全能恩典 但是所有的属立的原则都是 你踏进去的约旦河 河水才分开 很多人说 约旦河水分开了 我就会进迦南 所以你从来没有进过迦南 因为是你踏进去约旦河水才分开 我们的弟兄的见证 正是如此 在疫情的开始 他就愿意照上帝的话来尊心 每一个决定都是冒险 因为刚刚疫情一开始 没有见不到底 不晓得到什么时候疫情 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基督徒的道路就是信任 亚伯拉罕踏出去会死会活 只凭着上帝一句话 你出来 他就踏进去 他就踏出去 除非你踏出去 你永远只能够在迦勒底的乌尔 你永远不可能在迦南的事件主坛 你永远不可能在西伯伦主坛 我如果永远待在台北林良堂 我永远不会有今天士林这27年来的神迹的人生的经历 我们都希望经历上帝的大能 做订单 那100万 80万订单下去 两三个礼拜 产能就结束了 再下来是什么 没有 但是我愿意 因为神给我们 然后我们不但是嘴巴说 我们都是要求员工来支持 对公司忠诚 要对公司竞争 要尾声 那我们有对我们的员工尾声吗 这才是基督徒 基督徒我们表达出来 是 但是这一个真的要很大的信心 每一次的付出 每一次的付出看不到底 我宁愿要把这80万的订单满载 好让员工能够拿到全新 接着下来订单在那里 真的那是很大的挣扎 我不是说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这样的做 但是我们在弟兄身上看到的 接着下来太神奇了 100万的订单 从疫情之后到现在都没有停过 弟兄姊妹订单在上帝那里 订单不受疫情的限制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让我们再做 我也很感动 一万人吃 在家家吃饭 开玩笑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有没有亲自 今天我要自己拼一下 他一万 我一万一 不要一万 一万零一把 一万零一 我就赢他了 我相信 当时候他也不是想的 没有想过有一天 我能够有一万人 一万人吃 当时候只是从我愿意开始 然后就神就不断的 扩张他的度量 把他需要聚餐的客厅赐给他 把他需要这些聚餐所需要的经费赐给他 这一万人吃了 俊燕有没有把你吃垮 没有把他吃垮 这一万人不会把你吃垮的 因为神不是造你没有的 神是造你有的 而你没有的上帝就会加给你 明白吗 这是我们基督徒 这才是稀奇 基督徒人生充满的惊喜 你知道吗 不是都已经预备好了 好什么 五饼二鱼 都已经预备好了 就要给大家吃 那当然也很好 但是 神从来做的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所以基督徒人生从来不会苍白的 都是充满的惊喜 我们当中有没有愿意打开你的家 一个几千员工的 他忙死了 为什么他打开我的家呢 来我们的家每次来 我多少整理都是 丢子每次有一个心 让我们家的餐桌 带领人走进受进尺 多么有家 这一万人吃的里面 有多少人经过他家的餐桌 你知道吗 上帝的眼目 骗查全地 要显大能 帮助他心存诚实的人 我们都说我们是基督徒 打上帝的眼目在骗查全地 要找那个 神有最大的能力 要帮助 最大的供应 要给那个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所以我要为俊彦做见证 前四天 他参加我们整个的聚会 丢子每 他是从越南 他愿意在这么忙碌里面 四天参加 所以我想我们就知道 主一个人能够被神用他的心 他这么的忙 但是他要上神学院的课 丢子每 所以上帝看见 所以在四天 在这四天集中 我们当中 大概有将一千位的传道人 就在这边 你知道吗 在那个聚会 在一个聚会 在一大堆聚集 在运行 突然写中 有没有一个人叫做俊彦的 要叫俊彦的 然后再加上李俊彦 这么多一千个传道人 唯独点他的面子 而且是忽然之间的 才在张张张突然之间 有没有个叫做俊彦的 叫做李俊彦的 把他叫到太前来 丢子每 神知道谁是真正的 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所以上帝给他超乎不可能的 我们都希望有十亿的订单 十亿的订单从哪里来 那额外的十亿的订单 丢子每 上帝可以把额外的十亿给你 但是你愿意向神说yes吗 神只把那额外的恩典丰富 是个愿意做yes的人 你今天愿意跟神说我愿意 不然我不知道 刚才他讲的八个yes 挣扎都是他的挣扎 从他受洗就挣扎 从他要上装备课程 他这么忙这么累 我要上装备课程吗 我要开幸福小组吗 我是一个总经理 我这么多事已经够多了 我还要开总经理吗 我还要打开我的家庭吗 我还要人家吃饭吗 我还要受装备课程吗 这都是他的经理 我知道当时呼召他做区监督的时候 他非常的挣扎 因为他说我已经够多事情了 我怎么还能够做负责整个领良福音中心呢 他说牧师可以有别人 我愿意支持他 那个 后来他去祷告 我很感动他的祷告 他说主我真的没有时间 可是主如果你要我感动我愿意 从那个时候已经做了八年的区间 就是负责福音中心 他的事业有没有垮掉 没有垮掉 他有没有死掉 没死掉 只有里面越大的扩张 因为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 你愿意给神 神就加赠你更多 从那时候八年 他的营业额不断的提升 一个场 两个场 三个场 不断的扩张 上帝指给他 弟兄姊妹感谢主 我很高兴他的见证 你们常常问牧师讲的都是 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人他经历什么 今天你听到了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上帝说吗 你有什么感动 有什么感觉要跟神说出来吗 有什么话 现在你要跟神说 开口你自己跟上帝说 你听了一堂呢 听了这么多的故事 你里面的感动是什么 你里面的感觉是什么 你里面的回应是什么 有什么话你想要跟神说的吗 福音中间的弟兄姊妹 开口祷告 开口祷告 现在开口祷告 我们最后一个祷告 我要给你一个机会 向神表达你的愿意 神在找那些愿意的人 要显大能帮助他 你愿意让今天 让你的上帝能够做工 能够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给你 你愿意跟神说主啊 你要看见迦南的美地吗 你要承受产业吗 就非你跟神说我愿意 不然迦南美地应许流奶云蜜之地 永远只是一个梦想 这是很遥远的事 所以等一下我也要请你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或许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但是你愿意跟神说我愿意 我们等一下眼睛都闭起来 你不需要给别人 也不是要向别人回应 不需要向牧师回应 是你自己跟上帝回应 我们当中有没有 你愿意跟神说我愿意的 请你举起手来 牧师要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 你愿意跟神说我愿意的 举起你的手 回应上帝 你说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暂时出我愿意 我也很害怕 我也觉得我做不到 我的资源不够 我的时间不够 我的能力不够 我都知道主啊 但是我愿意 还有没有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跟神回应 这是你的开始 这是你经历神的感觉 亚伯罕踏出去才是他的开始 他要一百岁生的儿子 他一想都想不到 只有踏出去 他才可能会有儿子 你要有产业 除了你踏出去 你才会有产业 你的子孙才会得到 抽屉的城门 还有没有最后一次 还有没有 跟神回应 举起你的手 说主我愿意 我靠着你的恩典 靠着你的力量 主我不是我愿意 但是我愿意 好不好 我们请同声开口 三十秒钟 只有你自己回应 你跟神说 主我你看见了 我今天在这里 你知道我挣扎 我愿意 但是我愿意 开口祷告 三十秒钟 跟神说 我愿意在上帝的面前 福音中心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愿意举起你的手 让上帝看见你的手 不是给牧师看 不是给谁看 是上帝看见你 上帝看见你的手 举起来 祂要是恩的灵 要降在你身上 祂要与你同在 祂要显大能帮助你 上帝祝福你 上帝祝福你 与你同在 让你踏出的信心的一步 抽出一个全新的人生 上帝与你同在 主我们感谢你 透过这美好的健身 主啊 祢是美好的那位 祢从来不是要剥夺我们 而是祢要让我们生命 能够尽到 我们永远靠自己 达不到的那个位阶 祢要给予我们尽力的 丰盛支援 那个影响力 是永远我们自己达不到的 今天我们靠过弟兄的见证 他当他跟你说 我愿意的时候 他的人生就是一个 神迹的人生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祢 谢谢我们的主 你看到这许多人的回应 主啊 求祢纪念 求祢家政 但愿我耶稣就恩惠 天父的慈爱 生灵的交通感动 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一起说 阿们 牵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 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 聚会的时间 地点 请上士林灵阳堂官网查询 士林灵阳堂祝您平安喜乐